目前苏拉颱风已经生成了 而我们今天呢 线上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气象主播宣童 宣童晚安 新华好大家好 好宣童 其实这个苏拉颱风呢 似乎也是怪台一个 但是目前呢 它的强度是否继续增强 路径是不是一直在兜圈呢 没有错 我们先直接就来看一下 它的路径图 其实呢 它在今天的时候 走得都非常的慢 时速都只有10公里以内 而在今天上半天 它是先往西 接着呢 现在已经往南坠了 但是我们要留意哦 在南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它的强度还会在持续的增强 现在它虽然是青台等级 但是再跨一个门槛 它就要到达中台了 而且也不排除在这边呢 它可能转一转转一转 就有可能会来到中台的上限 甚至在靠近台湾的时候 会逼近墙台 也有一说 可能会达到墙台等级 那么先来看 在262728号这几天呢 基本上它都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这边来打转 预计在礼拜一的时候才会慢慢的往北转 而29号呢 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 它会回到就是昨天的位置 那么之后就是要看它到底是往着台湾南边的海域来通过 还是从台湾的东边海域来通过 甚或是大家最关心或者是最怕的 就是藏台湾的中心点来通过 会不会成为川新台呢 目前到了礼拜日礼拜一的时候 这个预测路径呢 才会变得更加的明朗 但是我们都会持续的带大家来关注 但是你也看到了 在整个西北太平洋上面呢 有蛮热闹的 在东边离台湾大概3000多公里远 还有一个丹瑞台风 而这个丹瑞台风啊 其实对台湾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的 一来是它很远 二来是它未来的预测路径 也是会往东京 关东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下一周你要去到东京关东的朋友呢 要留意可能行程要改一些变化 另外可能要语句也要记得来攜带 同时还要带你来看的 就是这个台风它未来会怎么走呢 其实根据我们中央气象局 自己的细极模式的预测图 可以看到呢 它们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包含在是28号之前 也就是在礼拜一礼拜二呢 其实都能确定的 目前就是它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来打转 但是在29号30号呢 你会发现这个圈圈越来越大 代表的就是它有可能会往 清的话可能从南海这边就通过了 对于台湾可能在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重的话可能它就会穿过台湾 对于台湾的从北到南影响都是非常的剧烈 但是我们也会持续的带大家来掌握 而目前欧洲美国还有日本模式呢 这三个模式还是有很大的分歧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欧洲模式 我们在预测这个台风路径的时候 很常用的就是欧洲模式 它认为这个台风啊 会从台湾的大概花东方面来登陆 登陆之后进入到中国大陆 而这也是大家最不乐见的 因为从北到南都会有影响 而到了美国模式呢 则认为它有可能会从南海这边来通过 接着往香港的方向去 即便如此呢 对于整个南台湾还有花东地区也是会有影响 而日本模式则是认为它有可能会从台湾的东边海域 经过之后呢 接着慢慢的消过我们的北部地区 这时候北部的观众朋友就要留意了 因为它带来的风雨也会越来越强 新化 好 刚刚宣同报我们看到欧洲模式 美国模式跟日本模式 不过其中有两种模式都说不管是从南还是从北都有登陆的可能 那如果按照目前这个路径预测的话 哪一些地区呢就是要防灾的热区呢 好 我们就一个一个模式来一一的来看 我们先来看的是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呢认为它有可能会消过我们北台湾 那影响的范围是什么时间点呢 也就是在29号的时候开始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 再来30 31号的时候是影响最剧烈的 也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先来看到在礼拜二的时候呢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慢慢的靠近 当然最靠近的在花东地区 可能在宜兰感受上会比较明显一些 还有在新北市基隆这边海景线海岸线的第一排 要留意这风雨会来的比较强 那么来到了礼拜三礼拜四呢 因为它从台湾的北部来消过 逆时中的旋转啊其实不止整个东半部地区 甚至呢它可能还会影响到整个中南部 南部呢这雨势也是来得非常的大 紫色等级也就意味着它的累积雨量 有可能会突破300毫米以上 而到了8月3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 依旧是不容小觑 因为它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呢 还是有可能会为整个中南部地区 受到外围环流还有台风自己本身的影响 带来不少的风雨 而另外如果我们看的是欧洲模式的话 则是认为它有可能会从台湾的中心来通过 也就是花东方面来登陆 那么在29号的时候同样是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但是呢这时候慢慢的靠近过程当中 当然花东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 还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在西半侧 但是来到了礼拜三礼拜四呢 它慢慢的靠近了整个东海岸 所以包含像是宜兰和花莲就会是热区 而到了8月31号就是礼拜四 它慢慢的通过甚至呢不排除 它还有可能会在这边滞留一段时间 就是要看这高压它的位置 有没有缺乏一个明确的导引气流 如果它缺乏的话 有可能就会在这边待上一段时间 而对于整个影响呢 包含花东以及台中呢 以及南部带来的风雨都会非常的强大 而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模式了 美国模式则是认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威胁性低一些些 是从南海的地方来通过 那么来看到就可能是在台东啊 这边的风雨会最强 那么在礼拜四的时候 可能在花莲台东的时候 依然还是因为在这个迎风侧 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这个风势雨势也是比较大一些的 而当它来到了台湾的西南侧之后呢 这时候南部地区的雨势也会开始慢慢的出现 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南投仁爱乡这个地方呢 在上次经过了这卡努台风之后啊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呢 是在慢慢的在清除他们的淤泥当中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危险性在的 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山区的 以及在花东地区首当其冲 要先留意这个安全了 新话 好确实不管三种模式 看来花东地区的朋友 真的都要辛苦一些些了 都会有降雨发生哦 我们线上的网友赖康敏也想问宣同主播 周六会不会因为台风的被风成像效应 台北会不会出现极端高温呢 确实大家也很担心这个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 这台风会不会影响 目前礼拜六日呢台风是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天气 但是呢 刚刚康明有说这个被风成像啊 确实在整个西半部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呢 它的温度可能会来的比较高 可能会飙上36度以上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气象局在稍早的时候也有发布高温资讯 就是针对这几个地方 除了在中南部地区之外呢 还有北部以及花东纵谷地形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会闷具一些高温的情形 所以还是要留意在午前要做好防暑的降温工作 好希望有回答到这个康明的疑问哦 所以这个周末呢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可能又会感受好像回到酷暑的感觉了 而接下来周末呢 这个天气会不会也是因为台风 把所有的云系都卷走了 可以期待是好天气嘛圈头 确实没有错 这个礼拜六礼拜日呢 如果你有计划一些行程 你很担心听到新闻媒体啊 觉得这个台风是不是会来 礼拜六日告诉你 你还不用特别的担心 因为呢这个天气啊还是蛮好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目前它的风向是怎么走 来看到在礼拜五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的上半天 你还能看到在台湾的东南侧这边 有一个台风在转 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可能只有边边在蓝雨一带呢 在今天上半天的时候 有一些雨出现 而到了礼拜六礼拜日 你几乎是看不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的云层 也就是说它对于我们台湾是没有影响的 在礼拜六礼拜日这两天 但是台湾吹的是东风 所以在宜花东这三个地方啊 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零星阵雨 而在山区 可能还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当然整个西半部地区啊 也是雷雨的发生几率会蛮高的 而且接近山区 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了 因为在降雨之前呢 这温度还是普遍偏热 所以要特别提醒的就是防暑降温工作 要记得做 那么在午后呢 如果你担心你去的 比如说山区啊 会有雨的话 记得把这个雨具给携带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局的未来降雨趋势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 在礼拜五到礼拜一呢 它是属于同一种的模式 也就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主要呢都是以午后的山区大雨为主 不排除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也就是在中南部这个区块 其实跟这几天的天气都还蛮类似的 而到了礼拜二的时候 虽然我们看起来像从北到南 都没有什么雨 但是在宜花这个地方呢 它的水气开始增加 最主要就是因为台风慢慢的靠近了 它的外围云气呢 多多少少会开始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天气 但是西半部呢 主要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走的比较快 而且走的比较近的话 也不排除这个西半部的水气会变多 那么当然最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就是在礼拜三还有礼拜四了 因为这时候台风是最靠近我们的时候 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雨势 会来的非常的惊人之外呢 像是在山区还有整个西半侧 同时也是需要留意警戒的地方性化 好确实哦那宣童跟我呢 我们今天也在办公室讨论 然后下礼拜三礼拜四 或是从礼拜二开始 就是我跟宣童要准备加班的时间啦 因为台风要过近了 而刚刚这个Steven徐 他也说极端高温大家可以待在家缺冷气 那么康明又提问说 这个台风走的会很慢吗 这个台风走的会不会很慢 依照目前的模式来看的话 其实有两个模式是认为 他会在台湾短暂停留 分别就是欧洲模式 还有日本模式 欧洲模式和日本模式呢 都认为他有可能在靠近台湾 在台湾上空的时候会滞留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呢 当然还是要看这个高压 会加他的影响力 如果他今天退的比较快的话 当然就会影响到 他今天滞留在这边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 还是要等到礼拜一的时候 会比较明朗一些哦 好那我们谢谢宣童的解析啦 刚刚威廉也说这个台风 蒋武德是在周间报到的 届时会不会放台风架 就由宣童跟新华为大家持续掌握了 那我们谢谢宣童的气象预报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